面对各种只有想不到没有做不到的花式站座 是否真的只能忘坐心探束手无策 中国地区大学武汉有一款我要反站座小程序 让图书馆不再为座位而站 我看到过有那些站座位不用的人 很多人过去都是把他们东西往旁边一放 就直接用座位了 一包卫生纸就站座 然后就是那个位置就不能放了 或者说有的人就是用书包但是没有人 1月11日记者在该校图书馆内看到 每张桌子中间贴有一个标牌 上面印课有二维码座位编号以及使用规则介绍 这款小程序包含我要反站座 接收离座提醒我回来了三个菜单 使用过程中无人但有物品的座位可视为站座行为 学生可以点击我要反站座菜单 扫描桌上的二维码 届时系统将启动即时服务 如果20分钟内原座位使用者未回 新来的学生便可把桌上物品挪开 拥有该座位 如果原使用者只是短暂离开 可以点击接收离座提醒 离开期间如果有人来反站座 原使用者会接收到通知 提醒在20分钟内赶回 否则将失去本座位 记者随机采访了多位学生 大部分学生表示该系统缓解了站座现象 但是也有学生表示该系统应该添加相应的惩罚制度 否则强制站座的现象依然存在 我觉得这个系统的话怎么说呢 可能还有一些优化的地方 但是我觉得总体上它的这个方向应该是没有错误的 我觉得应该还是比较人性化 我觉得是还是有点用的这个系统 用过几次 但是后来发现用了之后 你没有勇气去按照它上面的东西去跟它说 啊你我站坐了 我站坐了 然后是这个东西你没有办法去跟它说你只能默默的把东西给收走 收走了之后说 哦 然后就让人站坐吧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图书馆副馆长李奇告诉记者 每到期末季和考研期总会出现书本站坐 留字条站坐等各种不文明站坐行为 该校经过一连深入调研 于2017年年底推出该反站坐小程序 致力于推进公共资源在更大范围内共享 我们这个初衷呢就是说想为了通过一种微信客户端这样的一个服务平台 保证它能够大家能够方便顺利的使用到它自己的这种战斗系统 它主要是让人家很简单很直观的了解到这样的一个东西 而且就是更大范围内共享这种公共资源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